俄羅斯二戰勝利日閱兵 在莫斯科登場 今年普京找來白俄、哈薩克、吉爾吉斯、塔吉克的盟國領袖一起閱兵 只是這武器陣仗卻不如想像微風 打頭陣出場的是二戰時期懷舊武器 1937年製造的T34坦克車 其餘亮相的還有虎M多用途裝甲車 伊斯坦德爾M戰術導彈系統 S-400防空系統等等 壓軸武器也沒有太意外 是雅爾斯洲際彈道飛彈 真正令人吃驚的反而是整體武器展示緩解 只持續約6分鐘就全部走完 俄羅斯閱兵規模大縮水 普京人加碼怒搶西方 普京指控西方到處散播恐惡症才令人髮指 正常演說普京完全沒有提到俄軍傷亡術 但還是帶領大家為陣亡士兵默哀一分鐘 最後畫風一轉自詩正義使者合理化戰爭 似乎他們忘記了 為何導致無敵的抵押忍 到世界的責任 忘記了誰拒絕了這奇妙的 total的邪 誰站在牆上的土地 而不失敗了自己的生命 為了解解國人的民眾 普京說 烏克蘭是西方政權下的籌碼 最後才落得如此下場 不過羅斯境內近來多次遭遇爆炸 閱兵前大幅收緊紅場為安 甚至下達無人機禁令 專家說普京在這個狀況下 還堅持要閱兵 因為他需要大內宣 來尋求國內支持 只是俄羅斯恐怕再也 換不回烏克蘭人的心 因為烏克蘭連二戰勝利日的日期 都決定要跟俄羅斯徹底切割 將原本的5月9日改稱為歐洲日 勝利日變成5月8日 要和歐洲一起捍衛自由 這個決定讓俄羅斯玻璃心碎滿地 俄國女戰狼在Telegram痛罵 澤倫斯基等於背棘祖先 隨著烏克蘭反攻賽級 俄羅斯武器越來越吃緊 還被抓包偷偷解封 R攻擊 老坦克要送往前線 這些老坦克一路搭乘火車轉移陣地 還出現在俄國軍事部落客 在佔領區拍攝的照片中 不過烏克蘭這邊也有坦克的需求 許多原本使用的蘇聯時期 坦克早就傷痕累累不堪使用 烏克蘭因此在森林到處設置維修站 工作人員有時得睡在裡頭忙得 每日每夜 俄武戰爭一年多來 佔據大篇幅國際新聞版面 相關報導也在今年的普利茲新聞獎中 大放一彩 美聯社三位烏克蘭記者 獲頒最高榮譽的公共服務獎 他們去年拍下馬里乌波爾富有醫院 被轟炸的慘況 相關報導也促成後來人到走廊的設立 讓更多人可以平安撤離 外界也對俄軍暴行看得更清楚 第四新聞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